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麵館 竹麵館 好吃到沒王館 竹麵館有三間 法拉城Casina Boulevard 59-08號 電話718-539-8882 明街40-21號 電話718-358-8855 布洛倫五大道86街8619號 電話718-238-3303 布洛倫五大道67 布洛倫五大道 扛徬 布洛倫五大道 不 傳 HELLO 大家好 今次應該是2016年入面 最後一集的回到過去了 首先當然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節目 每個星期三晚上九點鐘 清朗都會陪大家回到過去 剛剛就過完聖誕節了 嘩 吃得很飽 真的很飽 每天都是吃大餐 有海鮮 龍蝦 牛扒 很豐富 不知道你聖誕節的時候 剛剛吃了什麼聖誕大餐呢 今年也很特別 因為如果有留意我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很少會送禮物給別人的人 我就比較習慣 比如有朋友生日也好 請吃飯啊 請喝東西啊 那就算了 我和我的朋友之間都很少會送禮物給別人 因為其實很難的 你要送一份合心水的禮物給別人是很難的 為什麼我說今年是特別的一年呢 因為我今年是收到很多禮物 我今年是無緣無故收到很多聖誕禮物 我們美東視電台 各個DJ之間我們又搞了一個聖誕派對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Facebook 有留意我們的網站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我們的Mannequin Challenge 什麼是Mannequin Challenge呢 其實中文呢 如果直接翻譯來說 就叫做 人體定格 人體定格 挑戰 什麼叫人體定格挑戰呢 就好像廚窗公仔一樣 當你去到白貨公司 有些白色的膠公仔 白色的膠公仔 穿著衣服 然後就定了在那裡 不動那些 其實就是說 我們人去假裝定格 去定型 去拍一段短片出來 我們在聖誕派對那天 我們各個DJ都很努力地 就拍了一個Mannequin Challenge出來 大家就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網頁去看看 當中包括有大師兄李奧 其實李奧就沒有出鏡 他就是負責開機那個 其實整段片拍得那麼成功 那麼有趣 其實都要感謝李奧大師兄 裡面有 辛馬 有我青郎 有安楚彤 還有班長 有自稱 威廉 我們各個都有上鏡去拍這個 定格 大挑戰 非常歡迎大家上我們的Facebook 去看看 給我們一些意見 希望很快有機會 再拍一些 類似那麼可愛 那麼有趣的短片給大家看 那麼在我們這個火鍋大派對裡面 那麼我們有整班人聚首一堂 聊天啊 玩遊戲啦 我們玩了很多不同的遊戲啊 那麼我相信呢 很多短片都會陸陸陸陸陸陸放上Facebook 給大家去收看的了 另外呢就是剛剛說到收禮物啦 今年青朗呢就無緣無故多了一班美東視電台的大家庭 各個兄弟姊妹都很愛惜我 那麼突然間收了很多份聖誕禮物 那麼應該是我收得最多聖誕禮物的一年來的啦 那麼都收了一些很實用的東西啦 有些是啊 剛巧得那麼巧啊 我又想要了很久的東西啦 那麼 那麼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們又玩Secret Angel的 那麼 我們會抽一個DJ名出來 送東西給他們 那麼 那麼其實呢 青朗抽到那個人呢 其實就是班長 我要負責賣東西給班長啊 哇 你知不知道多難多頭痛啊 想到我啊 就是 頭髮都 白頭髮都多了幾條 抓到頭皮都掉了 才想到送什麼給班長 那麼他又很有趣喔 他拆禮物的時候呢 其實我站在他後面而已 他又未知是我送的 那麼他就拿著禮物在那裡看 啊 左看右看 那麼有趣的 那麼有趣的 這件事 究竟是誰送給我的呢 那麼 那麼我跟安楚彤就站在後面在那裡笑他 就是 這個東西挺有趣的 挺好玩的 然後他問我們 班長問我們 為什麼你們這麼熟的 我玩過而已 其實那份東西是我買的 他一直都不知道 那麼我說 欸?那份禮物沒有寫名嗎 其實我有的 就放了在紙袋裡面 那麼可能他未看到 或者 那麼我問 欸?那份禮物沒有寫名嗎 然後他找了很久才找到 原來其實是我送的 那份禮物 他說啊 謝謝喔 這樣 那麼我覺得很好笑 那麼我收禮物的時候呢 就更搞笑 我收到一份很大的禮物 那個盒很大 有成可能 到我膝蓋那麼高 那麼 那麼 很多 四四方方 很大塊很大盒 的一盒禮物來的 那麼我都想 哇 什麼來的呢 那麼大塊 那好了 呃 面上就有一張卡 寫著 to 清朗 那OK 但是沒有寫from 誰 就是沒有寫是誰送的 那我就 呃 很有好奇心地 打開禮物 那一打開了之後 第一個箱 被我打開了 咦? 裡面還有個箱在這裡 我心想 難道玩箱中箱 就是這麼大的箱 然後拆開禮物得這麼小的那些呢 一個盒裡面裝著十個盒那隻呢 那我以為我被人弄固了 裡面又有張卡 又寫著 圖清朗 又是沒有寫from 誰 哇 玩東西 不通的 那跟著 再拆再拆再拆之後呢 就 被我發現了 其實呢 這份聖誕臨下安楚彤送給我的 那就 在這裡多謝他先 那我都 非常之歡喜 非常之喜歡的一份聖誕禮物 所以 今年其實是無緣無故 就 收多了很多 聖誕禮物 那跟著 有些朋友就私底下 也都送了一些聖誕禮物給我 跟著 我們美東視電台抽獎 那每個DJ都有獎牌 那又 又多了一份 那跟著 也都收到我自己本身公司的聖誕禮物 哇 好豐富喔 真是 美好的一年 不錯不錯不錯 哈哈 哈哈 收獲都幾幾豐富 那 來到其實 年尾的了 已經是 今個禮拜已經是一年入面 最後的一個星期 因為很快 好像是 星期六 是不是三十一號 星期六是三十一號 星期日晚就已經是一號 讓我看看 沒錯 星期六是星期三十一號 星期六是隨直夜 那其實今天已經是十月二十八號 星期三 所以其實我們就剩下四天 就已經要完結了 過去的這個2016 那不知道大家這個2016過得如何呢 不知道2016對你來說 是一年怎樣的年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一年是很深刻的 我不確定我之前那幾集有沒有提過 但是其實在我自己人生裏面 最不喜歡的一年 其實是2009年 2009年是我最 無論是事業也好 感情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我自己覺得是我自己最低潮的一年 那也都很好運地 當時身邊有很多好朋友去支持我 鼓勵我 那運氣也都慢慢地變好 慢慢地回來 一些好運 那所以呢 不要緊啦 那過得去的有去過去 最重要是要展望將來 那不知道今年2016年 大家又過得如何呢 其實我的今年呢 都幾多起起跌跌 就是好像一個過山車一樣 但是 幸好我這個過山車就是 很平穩地 向上爬的過山車 就是它可能上一點點 下一點點 又上一點點 又下一點點 又上一點點 2016年對清朗來說呢 都是算是不錯的一年 那 大家都知道 美東視電台我是 part time 性質 正是晚上跟大家主持一下 一些清談的節目 那其實我本身是有正職的 那在我自己的正職裡面 我又有升職加新的機會 那 也都是更加多的學習機會 所以 事業方面呢 今年對我來說是非常之好的 那 不知道大家 今年的事業運 又如何呢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都是 no news is good news 沒有新聞 其實是最好的新聞 因為有時候 平平淡淡 平平穩穩 簡簡單單 其實都是一個最開心的幸福 不一定要向上升升到板板聲 這樣才是很不一定的 平淡是福 大家都聽過的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當然 身體當然很不錯 今年 其實大家看我一邊 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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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我2017年的第一個願望 就是減肥 減多少磅 沒想到 但是呢 一定要開始 要不然我再不開始減肥 我怕到時候就後悔莫及 我的朋友就說 喂 不要玩啦 你也不太肥 雖然我未去到肥的地步 但是如果我再不制下自己 再不控制下自己 就真的 開始有些問題 所以 其實呢 每一年到最後的這個月 12月份 青浪都很喜歡做一些回想 做一些rewind 做一些是想回 啊 今年過成怎樣呢 今年自己有些什麼做得好的地方 有些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會懷緬一下 在全年裡面發生過的事 那 當然 其實今年 有很多好的事情發生了 也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那最重要就是 大家懂得從錯誤中裡面去學習 那怎樣去令自己進步 令自己去做得更好 那 在17年的時候呢 希望就是一個新的景象 新的開始 那就是希望明天會更好 那做人呢 其實失敗了不要緊的 最重要 對明天 破有希望 相信明天會更好 令自己不斷去進步 不斷去學習的話呢 總有一天呢 你是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總有一天 你是會有成功的一天的 那 2016年 不知道你又過得如何呢 嗯 我身邊的朋友呢 譬如 打開Facebook 那樣 見到很多朋友 哇 要不就結婚啦 要不就定婚 要不就求婚 然後有些人定婚 有些人結婚 然後再來 有些人生了BB 那有些人就說 喔BB又多少歲了 又回幼稚園了 然後第二個又出來了 其實在我的Facebook呢 天天都好像 好看過新聞 看我的Facebook 真的好看過新聞 每天見到不同的朋友 要不就說結婚 要不就說生兒子 那最近也有個 家裡很closed 即是Family Friend 叫做家裡的親戚朋友 亦都是結婚啦 那很替他們開心的 在這裡說聲恭喜他 祝你新婚愉快 真的很多喜事的一年 在2016年裡面 不知道大家的2016年 是過得如何的呢 在紐約最具氣派 大型豪華婚禮 君豪大酒樓 2017千人倒數狂歡萬會 邀請陣容龐大 中華歌舞團 再歌再舞 與大家一齊 在31號隨直夜 由晚上7點繼美酒 至凌晨倒數迎接2017年 美東視電台直播一喜倒數 蔡色油 頂級刺身 龍蝦沙律 游水蝦 帝王蟹 燕窩更 安格斯牛等 票價分1388 1188 888 君豪大酒樓 在法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3-2千層 3-3千層 8- 임 Kun喔 4-10 4-3千層 7-9-4千層 6-4千層 5-6千層 6-5千層 5-8千層 5-0-8千層 我想起一些,其實2016年,今年我覺得有多好,或者有多不好 明年新的一年,希望會有些不同的景象出現 其實每一年都會希望有些不同的景象出現 明年其實是雞年,不知道大家信不信這些生肖、風水命理 其實我本身都不可以完全相信 但是我會聽你做一個參考 我會聽一下有些什麼吹吉避兇 譬如說,今年你會破財黨災,但如果你多做一些... 譬如說,在東走,你就可以避開災難,就OK了 我會聽一下,但不會盡信,我不是迷信那種 但是我會聽一點點,拿個意見 特別是那些什麼生肖運程 當然不會告訴大家我熟什麼 我不會這麼蠢,在公佈自己的年齡 但當他有時候說,熟牛熟虎的人又怎樣 熟豬熟肚今年又怎樣 熟猴熟馬又怎樣 真的會當是一個建議提醒 譬如說,今年你的幸運色是紅色 都無妨的,穿多些紅色衣服 買多些紅色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這麼簡單,這麼細的東西 去追蹤一下都沒有壞 但是如果你說,有些是直接誇張到 你一定要住一間在東南方位的屋子 你住西北方就不行的了 會破財的了 你一定要搬去東南方才會好運的 那我不會為了這樣的建議去搬屋 我覺得這些就too much 這些是,我又未至於相信到這樣的程度 但是多多少少都會順一點 那我知道呢,譬如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初一初二不是很多那些TVB的賀年節目 然後麥玲玲又會上來講 啊,熟馬的朋友呢,今年又怎樣怎樣 熟虎的朋友呢,今年又怎樣怎樣 我覺得有時候聽一下這些其實都挺有趣的 那其實呢,主要聲浪就不是想跟大家說這個風水命理 因為呢,我自己都不是說認識很多 金木水火土這些東西 都是聽一聽啦,當個建議這樣 那其實呢,我想跟大家說的呢 就是這個,2017年有什麼新願望呢? 因為每一年的最後一個月 在這個,最後一個月十二月的時候 除了我會懷免一下自己在過去這一年 有什麼做得好做得不好之外 其實我也是會開始計劃一下,開始想定 2017年我有什麼新的目標我想達到呢? 那剛才跟大家分享了,第一個目標 就是減肥 減多少磅? 其實我很久沒有磅過我自己的一磅 因為都不是很敢想磅 因為我知道我已經不是最瘦的時候 因為其實很簡單,看自己有沒有肥了 看看那個腰圍 你平時穿牛仔褲呢 當有些褲開始,好像有點緊 突然覺得好像不太合尺寸 那其實已經是一個警號來的 告訴你,你可能肥了一點 那我今年最大的一個 知道自己肥了的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這條西褲 我上年穿的一條西褲 今年是穿不下 是完全穿不下 那我覺得應該不關說縮不縮水的事 因為西褲這些時候都要洗的 每次都要洗的 那不會說頭十次洗就不縮水 所以其實是我這條西褲 告訴我 喂,清朗 你肥了一點點了 那所以今年我的西褲 全部都換了身 全部都買了一至兩寸 因為其實 多兩寸是鬆了一點的 只不過有時候不想穿得那麼緊 好像很局促很辛苦 那麼 那麼 清朗的第一個目標就是 減肥 減多少呢 我想 我會盡量是減得健康那隻 就是不要說 突然間一個月裡面數十磅 那其實這個是絕對不健康的 所以我打算大概 兩個月五磅左右 再加一點運動 希望五個月減 兩個月 兩個月減五磅 那其實主要都是想 可能 五個月左右 總共五個月減十磅 那我覺得 算做都OK吧 如果一個月的目標 只減兩磅的話 那 第一個目標就是減肥 第二個目標就是 做一些運動 我需要做一些運動 因為平時我比較懶 近幾年比較懶 大家有留意我節目都知道 其實我以前是打籃球 打手球 都打到一個境界 我每天都要花兩三個小時 在練習方面 亦都是受傷之後 就一直都沒有再打球 其實都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遺憾 所以其實呢 其實近幾年我的運動量幾乎是零的 我以前會有空去跑步 有空去逛下山 但是其實近幾兩年 可能都是工作上比較繁忙 亦都是少了機會去做運動 所以其實呢 做運動是今年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標 那我相信 減肥和做運動這個目標 絕對是共同的目標 可以是共同一起進行的 那當然 當我有適量的運動的時候 我這個減肥的目標 就自然就不太難去完成了 所以呢 同一時間可以完成到減肥和做運動的這個目標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 有幾可是可以以合為一的 就是將你的目標 將你的夢想 對不對 所以呢 希望到明年 即2017年的12月的時候 當我再坐在這裡和大家做節目 和大家回顧一下 2017年青朗 究竟有沒有達到他的目標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抓住我這件事 哦 青朗 你說想說要減10磅的 你有沒有減到先 到時大家就可以這樣質問我 究竟呢 有沒有做到這個減肥和做運動的目標 那除了這些身體方面的一些目標之外 當然在我自己的事業方面 我亦都會定一些目標去給自己去爭取 去定一個 設一個goal 設一個目標去給自己去向著這個目標去進發 那其實我覺得呢 設一個方向設一個目標給自己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來的 你有些事盲目去做 不知道做了去哪裡 不知道做成怎樣 其實是很難去keep track 很難去知道自己究竟走到哪個位 如果你的目標是 譬如像我這樣 我剛才說我要減10磅 半年我要減10磅 這個是我的目標 那如果到第五個月的時候 或者到第四個月的時候 我才減5磅 那我就很明顯知道 自己可能運動量不足夠 或者飲食均衡方面還未做得最好 那至少自己有一個目標 定了一個目標給自己 10磅 我就是要減10磅 那大家就可以隨著這個目標 隨著這個方向去進行你的計劃 那就會比較事半功倍 那如果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想減肥 但又不說減多少磅 又不說要有什麼目標 那我減1磅都算是減了 所以我覺得定目標給自己 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那我自己除了這些目標之外 還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想2017年的年底 可以換車 可以換一輛新車 因為我自己這輛車 新車落地到現在都差不多三四年了 所以 也都是自己一個工作的一個目標 一個方向 就希望可以在這一年裏做好些 升職加新 到時候換車就有望了 那我覺得這些呢 其實都是給自己的一些目標來的 那我會建議如果大家是 譬如正在上學的 那我可以定一個讀書的目標給自己 譬如今年的GPA要考多少分 譬如我今年要讀什麼科目 這個科目 我的夢想是要考A的 或者A-A+,這樣 去定一個target 第一個目標給自己 那如果大家是剛剛出社會的 你的目標可能是 我想找一份年薪 譬如四萬元的工作 年薪五萬元的工作 定一個目標給自己 如果大家是剛剛生了小朋友的 剛剛組織了新家庭的 那那目標就是 我要怎樣去疼我的兒子女女 我要把我最好的給我的兒子女女 那麼就把目標給自己 讓自己有一個目標去奮鬥 那譬如大家健康方面 不會那麼好 我知道大家都會有多多少少 身體上可能會有些毛病 例如胆固醇偏高、血糖偏高 可以订立一个计划 如果胆固醇偏高 就要努力控制自己的饮食 去降低你的胆固醇 如果血糖偏高 也就是介食甜食 定一个目标 告诉自己2017年 新的一年 我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 最好就是把它写出来 把2017年的目标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就贴在床头 贴在厕所 厕所每天都会进去 洗面的时候一定会看到 把你的目标很清晰地列出来 贴在一些你经常都看到的地方 不断提醒自己 这个就是我2017年的目标 我今年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 我要向这个目标尽发 令自己和你的目标一起去努力 去进步去成长 清朗就藉着最后的这半分钟时间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年 快点捨好你的新年远望 因为我们即将要祝你心想事成 最重要当然是心想事成 想什么都成 所以呢 2016年即将要过去了 希望大家的2017年会更加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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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推出君豪厨师特价推介 椰青竹试鸡汤 XO醬炒斑球 蓝粒烟三文鱼炒法 潮式冻蟹 红酒烏牛尾 极品鲍鱼鱼煲 及角色山滚靓粥等等 周一至周五晚餐九折 周末及假期除外 晚餐在百里停车场免费停车三小时 夜晚茶丝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点 君豪大酒楼 在法拉省罗斯福大道136-20号三楼 电话718-358-3388 718-358-3388